H5 進化妝結束 Hello, 我是G-Channel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新幹線自制H5 學童設施 上一代我沒有開過H5 很多觀眾都問我為何沒有開 因為沒有賣就沒有開 這次有開給大家看看 而這個駕駛員就是他 銀河天號999 夜眉得意駕駛 觀眾都說他年紀很大 不知道他這次的角色有多少歲 後面就是這個樣子 這次H5 所用的武器 分別有油燈加特林槍 還有一個鏟護木鏡 然後再來一個雷盾 他會跟在內線的261 Hokudo 進行2Z 合體 變成這邊 合體後會變成新幹線色的H5 北斗形態 武器會變成油燈加特林槍 和北斗機槍 成成一個合體 變成北斗油燈加特林槍 哈哈哈哈 非常神奇 包裝看完一輪了 現在就開箱給大家看看 這次H5 內容是怎樣 好 現在先砌這個Sinkanser Mode 我們來吧 由我砌頭開始 就這樣 首先我們將它還原 將頭塞進去 把頭塞進去 把它拍好 然後很簡單 就將後面這一節 這樣互相對疊 OK 完成了 接著就切在後面這裏 OK 完成了 接著就將這個勾 放在底部 完成 第一卡車卡就是這樣 好 接著就到中間這個 中間這個主要是用來裝武器 對 武器的位置 我們首先就這樣 將它勾向左這一邊 好了 然後就將兩支油燈加特林 就這樣放 記得 一定要這樣放 否則就會錯了 這個方向 你就會蓋上蓋子 就這樣 大家互相對著 即是不論你把這個這樣 都一樣放 成功了之後 就可以將蓋子蓋上去 對 蓋子蓋上去 蓋子蓋上去 然後把兩片雪花 拼在前面這個位置 有這個 粒位的地方 就在這裡 兩邊都是這樣 這邊都一樣 這樣扣在這裡 就是這樣 你可以擺漂亮的雪花 然後在這個方向 勾向這邊 就要把頭盔 插進去 這裏有兩個位置 插進去 就是這樣 就可以做到中間這個車卡 同時把這個桿 可以插進雪花上面 就是這樣 好 接著到第三個車卡 這個 沒有難度 這個基本上 大家都已經玩慣了 這個車卡 首先 就把底部這樣 蓋上來 然後 把這個後邊 突出來這個位置 就套在這裡 只要套 這邊也一樣 然後就把它拍起來 這樣 這樣 再把車頭 分別 就是這樣 扣上去的位置 就可以了 這邊也一樣 OK 完成了 把它拍起來 好 接著 把車輪放進去 有勾的 就向外 OK 不會扣錯了 好 完成 就是這樣子 這個SINCANSE MODO 再扣上去 就完成了 新幹線模式 好 接下來 和大家組裝 這個SINCANSE MODO 首先 拿回 剛才組裝好 車的部分 大約是 前面 和後面 就可以了 另外武器 就只要拆出來 待會 拼上去就可以了 好 我們先來 攪拌頭 好了 首先 拔後面 這兩個 將會是手 一會兒 一會兒 先攪拌 把頭拿出來 好 自然 把頭推出來 然後 把這個 掩蓋 蓋上去 這樣就可以卡住了 整個放在前面 然後 你就可以把手 拼下去 先把手 變成新 這些應該難不及大家 記得把這個東西推上來 然後 你就可以把手 插進去 另一邊 亦是相同做法 OK 完成 就是這樣 然後到腳 腳 很簡單 把掩蓋 全部拔出來 剛才組裝的 全部拔出來 然後把底底 反向上面 就是這樣 然後 把腳 按照之前 E5 的做法 也是 拔出來 把掩蓋 這樣 反出來 然後這個 向前按 做好一半 之後 再把車頭 蓋上去 蓋上這個位置 OK 完成了一邊腳 另一邊也一樣 完成了 這樣子的形狀 然後把車頭 蓋上去 OK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 我們可以把它拼在 大腿上 也是 按下去 OK 然後 把身體 扣上去 完成 最後當然要加武器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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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頭盔 這次 頭盔 這個 頭盔很帥 很帥 裝了出來之後 很帥 這樣 裝出來之後 很帥 然後 把武器放在手上 這個 在手上 OK 這樣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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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要把雪花片 放在腳上 因為它會飛 好帥 好帥 放在雪花片之後 完成了 新光線之枝 H5 好帥 還有兩把 油燈物格林 哈哈哈哈 這個名字真是神奇 不得了 好 給大家轉一轉圈 看看 嘩 OK 整個 多漂亮 組裝起來 都很好看 之前看膠片 覺得很奇怪 現在組裝起來 不錯 好看 好看 現在先組裝電車模式 以及意識 合體 接著組裝電車模式 北斗號 H261 OK 首先準備好配件 然後先做車頭 車頭 用紫色位 放在筍位上 放在筍位上 就是這樣 這邊也是一樣 只要放在筍位上 OK 完成了 就是這樣 這個其實是 機械人腳前面的位置 好 然後 我們就要拿回 這一邊的部件出來 首先把它折進去 然後 我們需要 拆一包細細包 有一包細包 裡面有四件這些東西 然後 我們就會用在這個車上 這樣 扣進去 OK 這邊也一樣 找回正確的方向 就 這樣扣好 OK 完成 接著 我們就可以把剛才 組裝好那部的車頭 我們就可以 拼進去 這一邊 OK 做了這樣一邊 好了 另一邊也一樣 照對位置 拼進去 這樣 可以把兩邊 結合 這樣 拍實 嘩 好帥 好帥 立刻 整個車頭 好 接著 把兩邊武器 其實是要跟這兩塊 結合 好 我們就照錄了 OK 照錄 然後 扣進去這個位置 這個 洞 這邊也是一樣 扣進去 把武器 全部 插上 在車上 最後 放在車尾上 這邊也是一樣 放在前面 完成了 幾型電車模 H261 北斗號 好帥 這個 現在當然要做一個Z合體 我們拿回剛剛組裝好 H261 的北斗號 然後把兩輪 拔走 接著 進行二次合體 先把武器拿走 然後 又是把它解體 先解出來 這個也要打開 又要拔走 一會兒 我們會用這些部件 然後 最主要是 變身 是這隻腳 這次就是 這個也要拔走 這個也要拔走 好了 首先 把腳的位置 很明顯 就要反出來 反出來 反出來 因為這樣 一定是站不到 然後 我們再把剛才的 拔出來的位置 拔走 就是這樣 可以很穩陣地站在這裏 旁邊也一樣 將它反出來 然後 把剛才拔出來的小腳 類似輪胎的東西 脫出來 變成兩邊 一人一邊腳 就是這樣 再把這塊長的板 就插在腳上 令到它更穩固 分別放在兩隻腳前 令到它可以 滑滑一下 它會在冰塊上 封來飛去 本身H5 這邊也是一樣 照做 全部拍上去 形成兩邊腳 就是這樣 接著 把車頭 蓋上 蓋在這位置 拍下去 會有斜斜的感覺 這邊也是一樣 兩邊腳 都是分別的 組裝進去 完成了兩隻腳後 我們要把它插在身體上 最主要是把它加強腳 插下去 拔掉就可以了 嘩 好長 馬上 超高大力 然後 我們要裝武器 武器 就是這樣 拼下來就可以了 剛才就是把這個 方式插進去 做了兩把槍 槍的擺法 會是打橫的擺 這樣擺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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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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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 彈彈 完整隻 加了一把槍之後 不太厲害了 厲害了 好帥 看動畫就不太帥 實物都好看 顏色又好看 配合紫色 今天開箱了H5 Hokudo 已經出版了 可以購買 最後要感謝HobbyDiti 電購網站 有興趣買玩具就上網站看看 下條影片看看有什麼新幹線 和大家一起看 下條影片再說 Bye Bye 多漂亮 下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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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炮 大家看看 嘶